大家好,我是寶妹 我是阿寶 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的朋友 继续旁边 收听我们第二点钟的节目 赶快是阿宝老师 跟寶妹在这里为你来乎母 来,主持方面的问题 做不方面的工作 不清楚,不了解呢 6338601 我们先来接一通电话 稍等的呢 算头这个问题 马上一起回来 哦,一起回答 喂,你好 喂,寶妹 阿宝老师你好 嗯 我自己面对我先老 哦,刘先生 嘿 嘿嘿,我要请到阿布阿老师 两个问题 马上一起回答一个就是 我报这个台经高河 因为我习惯是 算高春高建在前 啊,今年年马上在拖阿宇的前 我算最近这两个春分旁这儿报的 啊,算我头一回报 比较不经验嘛 那不然老师帮我记得啦 这一关台经高河 到最重要的问题 啊,第二项就是 它有关这个高河菜 哦,各位财神最近这两三天 我曾经一堆那个冰箱啊 二百啦 啊,算我也是初出 头一回到学校的 算是经验嘛呢啦 我问阿布阿老师 去想帮我记得一下呢 哦,看有什么事要注意的 帮我记得一下呢 OK,好 好,好,谢谢 好,好,我率先听听 好,好,好,谢谢 好,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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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来,先说到这个公蒜头,碎蒜头 哈,这今年的蒜头呢 啊,这个 这个 我是希望不可以像阿布阿说 这样哦 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说的 三二叉 沿着会又加二叉 啊,这个真的 啊,目前我们看起来 真的不说太好识了 啊,这个9年呢 就已经有9年 可能很多好朋友那时候 没什么很明显的这个感觉 比去年十一月 那时候那样 啊,有在说到 因为这个农粮鼠 已经有核准 合准这个蒜头的这个进口 啊,以前这个蒜头进口 本来就很正常的嘛 就是说 他可能来一些是这个 啊,阿根廷的 阿根廷的进口 刚刚好在我年那时候 还是说过年 那时候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台湾没什么蒜 那时候我们台湾没这个新鲜的这个蒜头 所以那时候这叉的时候呢 啊,对我们来说哦 是影响比较较小一点 啊,但是在去年呢 已经有开放哦 已经有开放在这个四五月 这叉 啊,应该是四月到的这叉 而且这已经 啊,业者已经申请了 信誓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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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说如果是蒜头红细的时候 我们这些人就不敢进口 这通常是有这种这种公法 但是非常必要了解 就是说如果蒜头是介绍 并说我们本身的蒜头稳稳 介绍比较高一点点 这些人就敢进口 现在一个礼拜 因为蒜头的好解 代表是什么样的 代表就是说 蒜头的量不太多 蒜头不太好解 已经量不太多了 你现在介绍要多多点买 多多点买就不想买 他不想买我们本身买得比较少 他就用一些蒜头的来给你 有时候在买的时候 他就跟他说没办法 这蒜头的也是比较多钱 你这个要开多少 但是怎么算我们就买好 并说像一骨年这种天气 我们来蒜头 其实大家这个山梁都没说太好 山梁没说太好 理论上来说 今年应该要比较好解 但没有了 但是看不出来 为什么看不出来好解 大家都 那天在楼梨 刚刚好 因为那帚楼 我们回去请买买都在蒜头 所以我如果是上班下班 下班都连阿蒙蒙就没有了 都要是要出门的时候 如果经过有看人在收蒜头 我就停下来 这个打一个折腾 跟我们问一下 没多少 就太狡猾了 这三大祖一直唱 他说没办法 今年要选季 本来我们就暗算今年选季 介绍又怎样都走不去 但是今年又多一个镜头的来乱 这应该是这个 有一场大戏可以看 这今年应该这丁肥 会相当的一个老热 这边是这要开始了 少许之后纯七天而已 四月这些东西就正式这次 四月这次时 我们国産的这个蒜头 也是刚好开始在生産 开始在採收 你看这个董初说 这个镜头那个量 不会影响到我们国産的这个蒜头 你如果说阿根廷的影响就较少 因为他那个时间和我们错开 那个南半球所以没差 现在这边是印度 现在这边是埃及 所以这两个地方这边这个蒜头 刚刚含我们的产期 刚刚好重叠 现在炸在我们的头上 有的说 人家比较爱吃我们国産的这个蒜头 我们的较有味 对 这都对 但是现在是几个人 自己当备回来吃 自己要回来煮的有几个 这不是仅仅这样而已 所以很多餐厅 很多这个地方在影响 其实这绝对是有这个牌子效应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绝对農民说 没有啦 这个蒜头后面我们没有关键了 要放在那里 你就绝对说一说就好了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其实 静体解析科量 这是我们较不了解 有的人说 有的人说 要静靠的一个关键也很高 没错 但是因为蒜头是截敏感性的农産品 所以如果如果是因为某种的解析原因 需要用静靠的来搭配到分散 有的人说 这是他们这种两大集团的这个斗争 你如果在这种媒体里面 我们不方便去说这些东西 这就是真正是一个两大集团的一个斗争 这个大厢在烧带的时候 大厢在烧带的时候 刚才海市我们这些狗羽 我们刚才在那里落就落死了 所以有时候真的你说这些人 有整个是替農民的食材 有时候这个不知道要怎么说下去 所以说到这个蒜头 其实我感觉说要不要太认真正了 如果说到这种人就很厉害 那就很讨厌 我感到要认真正 我们这样心情苦苦 过到要过时 人们跟我们当做什么东西来看 所以是不是这个保温 这确实到底什么 我们自己每一年 每四年 我们一天可以做主人 算计进行 那一天我们做主人 开盘后那天 就用他做官 我们做民 这就我们就自己要认分 所以那个票要挡下去的时候 留得稍微想一下 大概是这个想要表达就是这样 我是希望说 这些事情不像阿伯所说的 这样一个事情就会发生下去 希望说可以完全出了我的预策 可以介绍兵兵 说好解是不可能 虽然今年大家三両普遍不太好 但是兵兵 应该是都要够还可以 最后也要一点点资金 能够得很好 去年其实大家身份都很重 但是现在这个镜头 这个両面 不免责 很少说那些没一个多多 那不免责 那就只有一句话 说人进口的比较多而已 一句话就给你吹死了 给你怕就给你怕死了 所以这有时候是 台湾这个市场本来我们就比较少 所以面对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敏感度 我们的对这种风险的性受度 本来就比较少 所以这条路 其实我们还要有很多要去走 好 那这个事情就先暂时公告加 这个就给它跳过去 我们反正这个牌里面 很快就可以知道了 这可能 又开盘起来 如果听众朋友 买到超过17块以上的 一个这个介绍一定要 我也知道一下 这样表示 这个我判断不得了 这可能就要跟 听众朋友说一个 不好意思 如果我们说低于17块 哇 那真的是要料理 这有时候是非常比较的这一项 这个事情 这样好 还有一个是 我们刚才回到我们的解决问题 这个 我们蒜头 正说 蒜子 我们还是应该 多数 多数 我们是做这个 为什么叫做蒜头 因为它是最主要 它是 拿那个 那个头 我们来 爆香 在用 但是就是说 它这个切蒜 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拼镜 我们蒜出来 它那个可能很好吃 所以我们有来做这个白骨骼 是怎么做这个蒜车 这种 像这个 软骨骼这种 软骨骼它本身比较软 所以 多数 我们在这个 在蒜的时间 算说它会 它软骨骼在蒜 通常不能太窄 所以你 正常来说 像骨骼 我们可能可以 比较窄 它蒜一项 并说十月 并说公国座 那个 那些 我们可能 公国座 蒜 我们可以 开始蒜 一般就是说 国力的 这个十月 车 十月 车 这个时间 我们 就 很多人 都 安排下 蒜 这些蒜头 甚至有的 还蒜 过早 算说 并说 有可能 在这个 中秋 这些 秋分 秋分 过后 它就开始在蒜 因为 有时候是因为 没工的 这些关系 这对 车骨骼来说 你秋分 寒露 这个中肝 来蒸 都没什么要紧 一直比较酸 这个 都没什么要紧 但是 如果 它车骨骼来说 最好 最好 应该就是说 在 逃酸 那些 那些 车骨骼 那些 咬 可能是 比较特动 蛋白 因为这些奶酸 比较好 如果太早 跟 点的时候 有可能 粗基 这个隔温 发不住 发不住 它这个 生中 就会 变慢 生中变慢 这有时候 不是 只是 三两万 三两万 最后 就是说 到时候 在落头 的时候 落不下来 因为 他要 他要 生食度 要不够 生食度 要不够 有可能 在这个 隔温落头 的时候 那个头 要落不下来 所以 现在 这个问题 有可能 是 出在这个 所在 就是说 修宣 我们先去 监察到 我们进行的 这个 这个 在北 这个 时间 是不是 太过早 太过早 因为 今年 在十月 国力 国力 在 寒露 这些 上岗 这个时候 都要 更软 这个 这个温度 都不正式 降下来 所以 那时候 不就 北风 所以 德索 我们 一个 蒜头 今年 在初期的 行动 都没人说 太好 很多好朋友 说 他不怕 反正 这个 如果有 肚子上 就没在 怕 他 我说 是怎样 他就 他不是 蜜蜜 他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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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有人 要拒 像是 一直 挖 这种 东西 这个 成本 想回头 那是 不定 他拒 到 这种 天气 的 变法 我们去做 一个 補助 一个 让他 行动 一段 帮助 把他拒 拒 这不算 要紧 但是千万 不要 人家 去想 我们一定要在 更正常的 时间 所以 有时候 你要像 骨子 让你早上 做 这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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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没意见 但是 像 软骨子 可能 你还要 更慢一点 所以这种 在 成本 的 这个 这个 过程 内内 我们要 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 就是说 他 楼头楼 楼下 有一个 很重要 这个 地方 就是说 因为 做 软骨子 很多人 有时候 正能骨子 有很多人 老人 要做 这个 舌骨子 就是说 我先 做 正看 如果舌骨子 不错 那时候 介绍不错 我们就 多少 摸 舌骨子 舌骨子 去买 如果 介绍好 有时候 收拾 粘味 去 補产 做 補一 補一 这样 也是 不错 所以 变成 就有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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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科努 所以 因为 要做 舌骨子 那时候 我们的 舌骨子 就不会 所以 到 应该 到这里 你应该 如果 比如说 你 如果 如果 证心 要 很 怕 你 下 一分 你 够一包 给它 下 现在差不多 再过 一星期 10天以后 一分 去下 15公斤的 一个 红柿 够 够很高 它很快 这个速度 因为 这时间 也差不多 够 它 这个 头 下 才能下 这样 起来 得手 就有 法度 在这方面 行动 还有 可能 有 法度 正常 担保 所以 你在这里 可以 受注意 如果到现在 若是 水 车 垂涸 车 走 六 三 二 四 三 六 三 有的是說在怕他沒落頭 所以要把它割打這不對 蒜頭在他要採收盡情 一般是到他成熟的時候 比較在割打 一般都要去他 正常的一個水分給他 不可以說因為沒落頭 因為說很慌張 慌張對蒜頭來說千萬五湯 千萬五湯用割水去給他 去給他這個要讓他落頭 因為你割水下去 他的筋就沒辦法回起來 他的後面就是有落頭 那頭也有一個小孩 那沒有什麼三龍 所以水分的節節控制 在這方面我們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是沒有了解到的這個地方 在這裡這讓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這大概是這種的情形 希望說在這方面你稍微調整一下 應該在很快 可能在這十十天的時間裡面 應該就有辦法看到這個效果 你如果進場已經有落過肥 譬如說你進場四十三已經就 一分塊都一包兩包已經積積積積積 你這時候就不能再落四盒了 你直接就落青咖哩熱兩百 青咖哩你一邊差不多十五公斤 不可以超過二十公斤 二十公斤算一個浸泡 我們如果是比較刷地 那個底如果是比較刷的 你差不多十五公斤 你可過一個禮拜你再去給他熱一邊 分兩邊熱這樣 那很快就會落頭 那千萬不能去給他喝水 有的說喝水呢 他就趕快落頭 對 絕對的落頭 但是在家裡一塊兒子不如就買 所以你一定要把這個水分控 這個好洗 保持適當的一個濕度 一直到都差不多先熟了 那時候 我們開始 比較久已經都熟了 我們漲也都差不多了 已經到外面 我們把他烤 烤得很乾的 那時候就真的可以烤 烤得很乾 我們零工採收起來 要自己打 要做什麼 都會比較好做工作 所以這個蒜頭 一般水分的管理 最重要的一個要緊 你一定要在這方面 稍微操作的好洗 提供給你做參考 來 台庚9號 台庚9號 這是一個比較難保存的謎 就是說它很好吃 但是比較難保存 它在種在補米的時候 最主要這個東西也沒有那麼難 但是就是說 它可能比較沒得到 像這個台南11號 這個和牙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看起來 個人的這個看法 這通常是還可以的 因為它有一個辨識錄金館 所以 這種東西都是這樣 如果大家比較了解這個東西 像這個米 因為我們有的粉末生物出來 對嗎 粉末生物出來 他就給你 這種經驗有一個 這個 也不是說雞 就是說好像有一些不是 很 很 熱烈 所以很多人在吃 覺得這好像也沒有吃到很好吃 就是這樣 有時候會稍微有一點點 如果要吃比較粘的部分來說 就是說要吃比較有一點點的 米有的人不喜歡吃軟軟 這種其實台庚9號很好吃 不然是米喜歡吃粘粘 但是我要吃米 米心比較軟 就是說它不要這樣糊糊 所以我很喜歡吃這個台庚16號 台庚16號做這個 這個 最好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太過分了 這三龍很壞 所以台庚16號 這越來越少人補 但是這個米心也一直覺得不錯 我個人是對這個 這個有時候 純粹是一種主觀的一個看法 不過就是說在這個台庚9號來說 他就是說你這個 這個好難吃 有時候受到他的這個財皮管理 很大的影響 就是說因為這個品頌 他都有類似這個月光米 比如說台庚9號 都有這個月光米的這種 這個最類似的這種油量的品頌 這個藏身比較多 比較淡薄 所以有時候在我們在財皮的時候 不要過得去幫他追求 這種的這個這個管道 所以他應該是比較熟 這個辦愛性的一個這個這個作物 就是說他這個水長來說 尤其他通常是比較比較多 所以我們在財皮的時候 要稍注意到 因為他一個這個 在我們在種這個 有時候就是比較麻煩 因為他的一個在初期的發育 初期的這個發育的這個速度 算翻起來 我個人的看法 這不一定是對的 個人看法 我覺得他初期在翻起來 這個情形不可以說太好了 所以一般來說 就是在初期 我們剛才補下去這個時候 不可以太過頭擋肥 不可以太過頭擋肥 因為你如果是 你看他都沒什麼在翻 你幾個炒一下 然後念他就倒下 你看 這和我們在種這個 六十七種這種 還是台南十一種 沒有什麼樣的 六十七種這種 這有時候 他不太用 他那個A 他那個A 還有有時候還會有這個部分 但是就是說 我們這個補這種高和愛的時候 可能因為 他這個時間比較低一點 所以他比較A長 所以他 發育的這個時間比較低 所以你在補肥的時候 要稍注意到 稍稍注意一下 算你要讓他 那個時間要比較正常 因為你現在補下去了 那是這陣子 因為運動好 不比他進行 所以這陣子運動好 補下去了 差不多七天左右 十一六可能 比較慢一點 沒關係 你這個要比較早一點 他這個時間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你一定要 比較早一點 來跟他這個 去走 所以 讓他比較早 可以透明 所以 通常你初期的這個肥 要 粗便 粗便要下去 他這個翻譯起來慢慢 你看他怎麼不太大 那是這上 那是正上 所以不能夾太多 但是很多 說不能夾太多 很多都夾太多 夾太多 一定在這個撲殘的這個地方 一定要撲到有夠多 這方面來說 他比較有辦法 在每一歲的這個粒素 比較有辦法提升 要不然這個在我們這裡 在刮 刮不太多 所以 這個膠荷 可能是 他肥比較難熱 就是說他那個 他那個準確的這個情形 要比11日更準 要說 你現在補 因為他這個溫度較高 所以你差不多7天 7天 可能你就要頭便肥 現在你再過7天 還是10天 差不多補到14天 你可以再撲第二便 看看一下 因為不夠 我們再補一順 現在來差不多 7天 那便可能會不用撲 還是說 你如果看得很明顯 在第二便 因為他都會翻起來 翻起來之後 你第二便肥就比較重 通常 頭便是 留安半包 第二便 你可能可以用一盒 一數字 這種 給他夾一包 一包比較多 有的人是會這樣下去 你如果是夾一包比較多 就沒有下第三次了 就等 撲餐刷了 再下水肥 這就是這樣做法 這個時間要炸 這個時間要炸 撲餐要炸 你捏這個地方 因為他這個時間比較低 這跟一般的一個平靜 比起來 他時間比較低 所以你要炸 這肥的時間比較炸 你這個撲餐要炸到倒 這大概是在這個管理上 我感覺說 這是我們可以去操作的這個 這個地方 大概我所知道的 應該是在這個店 這兩個店 因為補一次我就怕到 我就不會熱 這肥真的不會熱 熱起來是有 是怎麼刮 怎麼可以吃 但是呢 就掛不出來這個高河 那種 那種口感 所以呢 所以 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說好像 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用意 所以這讓你稍後知道 就是說那個時間 你要炸好 那個時間點 你因為現在這個 發育的速度很快 所以你一定要炸好 這大概是這種操作的方式 這個 第二的問題是 有關 隔離子 這種 耐熱的一個 這個瓶頸 這個瓶頸 這種 這種 這個 因為它比較耐熱 但是呢 雖然說耐熱 耐熱是最對焊 其他的 這個 這個瓶頸來比 它是耐熱 沒錯 就是說 你和白的這個瓶頸比起來 它是耐熱 是不是 不是 所以這個耐熱 但是呢 它真的 它是真的很耐熱 其實也不會 它也不會很耐熱 所以你要知道 你和其他的做物比起來 你要稍注意 這個真的也沒有那麼耐熱 所以 你要稍知道 這在我們熱人在種 這個 隔離菜來說 一般來說 最重要 最重要這個地方 最重要 最重要這個地方 就是說 你要注意兩大問題 第一 就是缺鈣 缺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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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容易露心 這個噴的吸收也比較壞 所以這個噴的補充 你一定要先把它做好 所以 這水呢 可能是第一 你要去注意 一個 這個重點 第二 就是這個黑乎麵 雖然你耐熱 但是呢 這對黑乎麵完全 也是沒有控性 他的這個送贈 人家 他會有那個缺鈣 在那個地方 所以呢 你一定要在這方面 稍微做一個這個處理 算是因為 一種那種缺鈣就不會有了 就是說你已經 你如果看到就不會有了 所以 一定要 顧好食 所以這個黑乎麵 黑乎麵 我們在營 就是說 差不多如熱來 這個就如嚴重 所以這陣子 妖歌還好 所以洗澡的時候 你顧好食 不要讓糖去加 因為那個糖 是糖坑在那裡 有糖坑 有糖水 它就很容易 這個細菌的感染 細菌感染 有可能 黑乎麵就堆在來 所以這個部分 你要稍微來 了解 所以 通常我們在這個時候 特別來注意 所以 用一些 這個 請微利美術 家事童 這種 這差不多 或者每個禮拜 你都要去 夾一邊 算給他 顧好食 讓他一個 這個 要來發生 這大概是 我們在 管理裡面 必須要 很細緻的 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黑乎麵 對熱人的 隔離材 很重要 你一定要 把它處理好 我們可以在 這個肥的時候 比如說 他開始在 正常的肥分 如果我們可以 比較激烈 就是說 不要浪 但是我 比較激烈 比較激烈 一般來說 這個隔離材 可以做料還不錯 另外一個 就是 在熱的時候 我們在 這個 玉米蘇 對這種 耐熱的 這個部分 這效果上當的 好 所以通常 在這裡你可以 一半島 尤其你 轉油的時候 尖隔尖隔 幾乎兩邊 不適合 他對這個熱障礙 有很大的 這個耐受性 他如果沒有 這個熱障礙 沒有這個熱障礙 這個三星的時候 他 行動就比較正常 要行動正常 他對這種 細菌的控性 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這 可以有好朋友 先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好 來 6338601 6338601 這是我們 COIN傳送的點尾 歡迎我們 鄉親和多家利用 剛才 好 我們先接一通電話 喂 詩伊玲妳好 老師妳好 寶妹妳好 老師 延續那個 上個小時 林大哥問那個 產消履歷的問題 老師妳說那個 歐洲 歐洲那邊 其實說德國 她做得很好 我想請問老師 那關於那個 他們對於 連續性採收作物的 那個產消履歷 是怎麼規範的 還有 老師 那 假如說我們要對產消履歷的話 目前台灣的產消履歷 有針對除草劑來做規範嗎 因為妳 妳在田間作業的時候 適當的使用除草劑 是相當有效力的作業 還有 老師 那個 台中九號 不是說這台北的 那個收益也還不錯 只是 最後一次 一定要 扒扒扒扒 扒扒扒 然後 後期 那個肥料 要特別小心 她 到後面之後 她那個 沒雨季節 要注意那個擺服的問題 不過 我覺得 我還蠻喜歡 報台中九號的 對啊 產量又不會很差 半價又好 好 好 再見再見 好 來 對啊 這就是這樣 每個人 其實這個品證在中部 老實說 真的也很不錯 但是我覺得 在我們 在我們這邊這裡 我超過三遍 而且我都選一機來做 沒有做得很好 我個人是因為說 好像沒有 很有把握 所以 一隻一隻 沒什麼樣子 有時候可能 我們習慣那種做法 會有一點 在這個 感受上 可能有一點 比較沒什麼樣子 所以 應該是 不認真 比較重要 通常就不認真 就拿自己去找找 因為我們覺得說 我就11個補得好 早來補得好 我和那個 又在生家 我就不愛 其實高河已經是 政府保重了最多的成功 所有的未來裡面 大概 這個9號 這個泰公9號 算是保重了有成功 這一切 都要感謝 這個陳榮武 陳廠長 我個人的看法 因為他在這個 台中地方的時候 快去臉開嘴 去隔壁 都會說 你這個飯要吃 他每次都跟他說 去農民那裡 或是說 人家在吃飯 或是說 這個 你就知道 他那個生很大 他都會跟我說 你們的飯很難吃 這樣 不然用高河去煮 好 人家中人的高河 很多人都說高河 所以 這個很多 現在吃到這個 這個 還在餐廳的老闆說 我這邊用高河 他說 真的好吃 真的有差 這確實 你如果說他過得好 這有一定的這個 這個 有這個 東西有這種辨識度 就是說 比較濃薄 這種米 比起來 這個差很多 尤其 這個米的一個比賽裡面 他也很容易得到 所以 就變成這個 這個三星 在產銷履歷裡面 產銷履歷裡面 有說到 這個 各方面 各方面大概 他都有一個 規範 這算 這種 這個安全生產規範 我們這都有一個 有時候 在 我覺得台灣 做這個也是 就是 有一點點 很那個 在國外他們都是 叫做一個 自我宣告 這個 本人 曾名寶 生產過程 生產 什麼什麼產品 然後依據 什麼國家 什麼法規 自我宣告 符合國家法規規定 這種叫做自我宣告 就是說 我自己說 我自己說 我是符合我的規定 我們這不是 這個 我們這是要照顧 我們叫做四約師 照顧 你要做產銷履歷的時候 你要照顧 我這個東西 我生產 都有相關的安全 這個保證 還有還有照顧 還有還有照顧 還有一些低調 生產規定 沒有適用 非推薦 適用的一個 有這個 出費規定 如果有什麼接任 還是怎樣 這個接任 如果整個我 我的全部生產接任 這個 他的認真去審 如果違法規定出法 沒有條件 這很嚴重 沒有條件接受不得意 有意義的 所以呢 這要用照顧的 這我覺得 有時候這種 對人的一個 正經阿婆 我翻譯過 我跟這個農委會 我們學姐 翻譯過 他說 這樣就要審 人家 歐洲也沒有用這種東西 人家就是 自我宣告 本人某某某宣告 三個 我自己說 這是很 很囂張一句話 我自己說 我是自我宣告過 我自己說 我這個東西 是符合國家 什麼樣的一個規範 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 這個不是 因為規範裡面 就有出發了 所以這個裡面 還有一個什麼出發 這不是這個 反正有時候就覺得 這個多此一舉 但是我們的一個 這個作業規範 就這樣你就是這樣 下 這裏在這個 炒的節節部分 就是說我們所用的 這個 這些的 資材 就是說 包括我們應用的 這個防治資材 裡面 沒有針對 沒有針對 這個殺草劑 特別特別去規範它 特別去規範說 這個因為 因為 貴貴你用的是 第一 你用的殺草劑 如果是違法的殺草劑 當然這一個就打青了 對吧 比如說你用佛國 這種人這就抓去死 這大概就沒有什麼意見 等於這個殺草劑 其他在防治資材 這個保温資材 這個輸用 我們還是叫這個藥來用 這個盡量 這沒什麼要緊 你說有的 因為殺草劑 這是台植物的 所以 在植物管頂有殘留 這個機會很小 就算有殘留 那個量都很少 因為它 有材料挖下來就代表說 這個殺草劑 並沒有這個 並沒有在這個上面 有很高濃度的殘留 一般是這樣 所以這個部分 是沒有特別去規範說 不可以用什麼什麼 這個殺草劑是可以用的 這個在裡面 你的這個殺草劑 這個雜草防除 各方面的 我們用的這都是一個 完全可以遵照這種的 這個使用 這沒什麼要緊 最主要是我們 直接施用 直接使用 在這個 做部管頂 比如說你用到這個藥 我們今晚我們用什麼藥 我們這個四倍 還是說 這個二兩糖 疫病 這個雜草劑 白絕病 頂頂這些病 我們用什麼藥 我們是用什麼去放在 在殺的大概是殺這個東西 當然有些 非農藥防治的 這個資材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 用這個 一些這種 比較安全的這個東西 這個你可以殺在裡面 這個都沒有關係 殺草劑的這個部分 它是沒有特 沒有一個硬性的規範說 你不可以用 這個有雜草防治之材 這個本來就能用 因為那不可能 在這個植物館上去殘留 所以可以去做 這其實 關鍵安全用要 以目前我們這種 對農業的這個 審核制度這種東西 在這裡的時候 有很多的做部要做 是很困難的 你說連續採收這個部分 確實就是說 全世界對於這種連續採收 他們的這個規範 都是一樣 他們是對這個 所謂最終產品認定法則 就是說 你今天一萬 你就是萬了 你直接用農藥 多幾天 你才可以再採收還是怎樣 你如果是有把握 這個 今天用藥 也才採收起來 它是符合這個 這個農藥殘留 這個規範 那個也沒有關係 所以像在 這個荷蘭 這個我所知道 因為最近 和荷蘭的一個金毛 這個荷蘭的 他們真的紅毛的 我以前都不太覺得 因為去荷蘭的時間 可能不太短 沒有注意到毛 對對沒有特別注意 這個他們接收的時候 哇那個毛真的是紅的 紅的好可愛 這實在有時候 所以以前的人說紅毛紅毛 沒有什麼相信 他們真的是 也是比較傳統的 這個荷蘭人 因為他們有土地有那個 這也是一個題外 可是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很勵志的故事 這個年輕人 對於農業很有興趣 但是荷蘭和德國一樣 很多農地是長子繼承制 他在某一個農場 到某一個大小的時候 就不再分割了 他就不再分割了 所以同時 這塊繼承權柯林的老大 老大 他就拿到那塊土地 這個年輕人 在他們爸的公司上班 但是他也知道說到時候 他沒有辦法這個荷蘭 但是他們這個大小 他們這個大小 他們這個大小也就有 這個出色很好 就是說 因為那個農場不太大 所以他們兩個兄在那裡 就沒有說 後來老大自己又去 因為他賺到錢 他做什麼 因為他們大小很厲害 所以理論上是他繼承 他總是把那塊土地 按那個土地 做到一個規模的時候 就那個農場就被收購掉 因為 為什麼被收購掉 因為他和人合併 就是說他覺得說太小 你比較做也做這樣而已 所以他就是和人合併 合併之後 是和一間很大間的公司 和他合併 就是說你用農場去投資 這個農場也是你的 但是你 他農場的生產 什麼去和人投資 現在投資之後 那間大公司就 因為這個人很厲害 他從小就是熱愛這個園藝 這個生產的工作 這個阿伯 心目中的理想殿堂 這個河南的瓦荷尼根大學 他就跟這個農場 就和人合併 就拿到股票 拿到那間大型公司的股票 農場他就變成這個技術規範 都他在操作 他的農場就有人 一些比他還可以去規範 我覺得他們這種也還不錯 那個農場還是你的 但是你的位階已經提升了 所以他變成一個 一個很大型公司的 農業技術總監 尤其是種植技術的總監 這間公司在中國大陵 成熟很多 他們當地的一些 發展的一個項目 他就去做這個 技術指導 所以就有這個機會 我就對在那裡 其實在這半年來 我學很多 其實我學了很多 尤其在精準農業管理上的 一些概念 他們在對這種 病重害防治的方式 包括我們那天在說到 百利普分的問題 他也很詳細跟我解釋 用我不聽的 不怎麼了解的英語 他以英語做流利 他就看我講 因為這種都專業的 那種對話 英語其實畫個圖 還是什麼樣的 都有辦法解釋 還是有時候我聽力不好 他就給他拼出來 這個就很有趣 結果就可以得到很多 在他們的管理上來講 其實這個問題 我也有去問過 說這個每天在辦 這個東西要怎樣 所以他一直在強調 就是反正我們所有 這個防治的這個東西 事先防治的這個東西 都是比較安全 比較低度 所以這反而是可以 真的是可以做得到 就是 所以這部分 他們沒有特別去規範 什麼樣的一個 但是我們現在在說的 其實我們有更多藥物的選擇 我們有很多 例如說你做骨材做藏 其實我們有很多藥物的選擇 但是在目前 在目前台灣的 一種管理這個東西 我們並沒有把藥物放寬使用 沒有給你用 其實有很多工具 很安全的工具 但是我們沒有放寬 我們沒有把它放開 沒有放開的時候 我們就變成 某些可以選擇的 鋼骨的存 那些東西更好用 譬如說你鋼骨 你看一般人在鋼骨的時候 你很好 他就在我們家 我們家台北好小 我們家沒有那一支鋼 另外我們台灣人 最工夫的就是 一支鋼骨一支切的 我們在切的 那不是人專門在鋼骨那種鋼 那不是鋼骨的 我們的鋼肉比較薄薄 那些部分人在台北上 那些部分還要告白 所以這有時候是 他一種鋼骨的選項 公寓散其事必先利其器 所以有時候在這方面來說 就變成我們可以去選項的農業 就很少 所以有的人說 這一個把作物檢測到16種的農業 我要問的是說 這16種農業的殘留是怎麼樣 如果他的殘留都很低 都激進他可以檢測的臨界值的時候 他可以機器去檢測最低的農土的時候 其實這個人是很用心的 他可以這樣用 正面上來看待是這樣 但是報紙在寫斷 不像這種最大惡極這樣 所以有時候 一個東西這種安全的操作 這是我們必須要去追求的一個過程 就是說我們做事 我們本來就要去生產更安全 但是在這就沒有工具太好用 你要台具 你拿一支mbit鋼 你是要怎麼拼到民國幾年 那牛皮 你要把它割開 就割不老了 你說剛才那支 去那支mbit鋼是在那裡做什麼 所以有時候確實 我們要去正視這個問題 所以回歸桃 還是又回到原來那個問題 我們今天要做的很多的工作 其實在那個地方就百世了 所以有很多東西 有的說什麼東西 不可以做 這個履歷沒辦法做 我跟他說空心菜最難做 什麼最難做 空心菜的履歷也很難做 有什麼 因為他可以用的這個東西很少 所以這種就是說 慢慢慢慢就是我們 隨著 我們有一個大家對這件事情的一個重視 但是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好像沒有這個 換了位置換了腦袋 這個 我在說的是我們來座位 現在這換下來也變白癡了 我們來白癡去坐位的時候 也是更加白癡 所以大概就是一直在這種惡性的循環 因為沒有真正把問題看在一個點上 我們沒有去跟消費者做一個溝通 你知道嗎 就是說很多消費者都是因為農業 好像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但是那是職務保護資材 我們為了要保護我們的政府 所以我們可以去用這些東西 那個真的沒有那麼可怕 那問題是我們要怎麼可以一個 一個跟消費者的這種溝通 不要真正在說那個無毒無毒 其實我們如果是工股更多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做到無毒的生產 無毒不是不用 而是說在我們的一個進行 我們就給它固好 在這個採收的這個中期這些時候 我們盡量去達到 那這才是我們可以去做 可以去追求的一個目標 這是一個 設定做有機差異的一個農民 這都是一個師父的地主 這他們跟師父說 師父啊 這尤其這地做不夠 這不可能 這這樣種到蜜蜜蜜蜜蜜 這樣 這是要怎麼換下去 師父說 做不下去 做不下去 天壇有路 你敢知道天壇有對一條路 你敢有想要去嗎 你敢想天壇沒有路 你就想要去走 這條路你就想要走 更何況這也有路可以走 你說你做不下去 這句話好像也是很有道理 敢一口還好做 也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哪有好做 我們大家就都成神了 好 所以這是在走我們 找到這個問題 跟很多 我們在座 你跟他說什麼可以 比較要緊 你不要跟他說什麼不行 你和消費者這部分 我們怎麼樣去跟消費者溝通 而且是很正面 從衛生署 那不行 那不行 那都不要開放就好 我都把你們禁止 都把眼睛暗起來 說這個社會很黑暗 這樣感到 不對吧 我們應該想辦法 明天社會黑暗 我們也要去點一下電費 是不是辦法把這個路照出來 不是把眼睛暗起來 不要開放就好 人家說就撞起來 人家說就撞起來 結果到現在目前為止 這個說得很難 其實如果照我們現在 大家那樣 當時農藥殘留檢測 這些食安中心都給你蓋起來 這又要一塊錢都要一塊 加義館已經蓋好了 這個婚姻館也要再蓋一下 現在台南也要 這個 這個 中華也要來一塊 其實檢測本身就是 最大的汙染 我們如果說 有這麼多檢測中心 他要外落的時候 他檢測的量要很多 如果他現在這種的一個制度 那種錢的越多 我跟他說 那絕對是要抓去死的更多 那是我們的錯嗎 這不對的 所以這是我們一直 要跟好朋友說的問題 所以 我們一定要去把這個問題 這深植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我們 其實我們社會 和消費者的一個溝通做不夠 比如說衛生育 比如說農民育 這個農委會 這個部分 我們要不斷 和消費者去溝通 在我們的學生裡面 和民去溝通 讓孩子去了解 去辦這個 設計這種消費活動 我相信很多我們的爸爸媽媽 也很願意提供我們 我們自己的一個政策的政策 讓孩子來看 讓他們知道 我們台東是在變什麼東東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 這樣有辦法 和我們未來的消費者去溝通 當然現在消費者已經沒有辦法溝通 比如說像在大陸 我遇到最大的問題 大家看到蕃茄好甜 吃一顆就不吃 那個小蕃茄我不敢吃 那個很甜 那基因改造 那基改的蕃茄 我說你從哪裡知道 網路 網路誰說的算 結果就是 那都是一種無知的 然後在那邊以而傳而 然後把自己的這個 就關掉了對外界的這個 所以 這也是很大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是我們必須要再去一個 很正式 很認真來看待這個問題 不然 未來 這我相信 我們只有越走越難過 不會越走越順暢 這個一定要 根本上都沒有去解決 所以 進行 其實 我們一開始 像我們這些技術派 我們都一直是說 好不容易來了一個 至少比較平衡的這個局長 比較能夠抗壓 覺得他的抗壓性很夠 做不到半年 看他的頭末的時候 我們只能跟他說 局長你還是退休好了 真的是整個人 完全就這樣子憔悴了 結果 這個事情 他想去解決 想在這個社會點一盞燈 但是 只要他把火柴盒拿起來 他手就用功能 剛開始要點火而已 剛才要把蠟燭 點火而已 火柴盒就用夾條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們 把很多 東西 把個人 或者政黨的利益 看得太重了 整個我們台灣的農業的政策 這個國家未來的農業發展 我們是要公對一條路去走 看到都是政黨的鬥爭 你看看算頭 這完全就是兩個大黨派之間的一個相互的較勁 所以 或許 雲林會有很大的翻盤 我說的翻盤 不是什麼管理 或什麼人 或什麼人 我是說在這個政治生態上 為什麼會有很大的翻盤 因為有人要開始做這個工作 那我們都把這一種黨派 這一種私人的這種 蘇人的這種理由 看得太重了 這個大概也是 其實今天比較對我們台灣的朋友 比較抱歉 因為 這個 這兩天 補了回來 剛才蒜頭在採收 有幾個好朋友 也是都種蒜頭的 我想說 就這個機會去那邊坐坐開工 其實 讓我整個人的情緒 就比較低落一點點 因為看到 會讓人家覺得有點難過 好 好 來 時間的關閉 我們兩點鐘的節目 先檢視 今天到這裡 想去旁邊聽眾 可是如果是阿哥疑問 我們明天空中見 拜拜